如果按照这个民调来看 那民进党真的不能派人 派人稳输的嘛 你看 这个还是 这个等于就是宣告一定要你让了 因为你如果这是没有 如果这是按照家用电话 我们知道家用电话会接电话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如果连都是这样子 一面倒的话 那你更不要把那个什么年轻师再算进去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这样看啦 就是说柯文哲他真的 他真的没有什么建树啦 但是他有些东西真的年轻人真的是喜欢 你去看他网路上的那个点阅率 这个我们就比较蒙的眼睛说 像这两天不是说卫生纸不够吗 抢够 人家就问他就说 哎呀每个人就只有一个屁股嘛 你能用多少 这年轻人听了就觉得很好笑啊 你怎么讲 意思说他意思说你何必去抢够呢 人家说他每个人就只有一个屁股嘛 何必用不到那么多嘛 年轻人就觉得这个蛮好 蛮有意思的啊 或者他 年轻人你要学学 大出来也是一坨 一餐八千 所以他又用这种 然后你看他之前那个斯大英 他不是跑步跌倒 我是不晓得他是不是故意跌倒 那个顶约路也是超高的 不过我想应该不是故意 应该不是故意的 那个跌倒我看起来是 应该是蛮自然的 所以你看那个张显耀 他之前说他要出来选 他说为什么选 他说因为柯文哲讲话 就是无厘头 所以他要出来选 那表示什么 张显耀真的是有年龄的 他的无厘头就是他的卖点 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个 所以我们刚刚讲很多价值 价值不需要讲 现在年轻人因为比较素食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 其实他们不像我们以前 我们这种年龄的人 会很在意那种价值理念 或者是承诺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素食 你爱情就素食 我今天说爱你 明天搞不好又移情别恋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我们去讲这种价值理念 可能对年轻人是不是有说服力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思考 否则就变成有世代差距 但我觉得柯文哲 他是抓到这一点 你不可否认 他抓到这一点 但你看他也在跟独派 在慢慢在靠拢 包含你看 他说我过年期间去看了陈水扁 对不对 然后他跟陈志忠见面 对 然后他去参加台北市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春酒 然后再加上他今天 他又讲台湾主体性不能不顾 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一个月里面 已经有四件事情 因为说他去拜会孤宽敏 对 然后现在 他今天他家228是穿西装 我上次记得他穿西装 好像是世大运的时候 所以也表示他 他有在在意这个事情 那我会觉得 加起来五件事 再加上李登辉帮他背书 六件事 那我们知道这个喜乐岛 就是一个非常毒的团体 所以我会觉得 李登辉会在这个喜乐岛这个场合 去支持柯文哲 对柯文哲来讲 他当然等于说 他获得某些独派大佬的支持 那你怎么知道 过几天阿平也出来支持他 所以喜乐岛赶快去 那个邀请柯文哲加入 对啊 那我会觉得 如果喜乐岛愿意 那我会来就说 他跟独派的关系 如果有某种改善的时候 会裂解掉民进党内部反科的力道 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在做这种操作 因为这等于是裂解掉了 裂解掉民进党内 对柯文哲反对的力道 力量 对 他等于从独派那边 为什么 因为独派也很多人也对 为什么会成立喜乐岛 他们也觉得小英太保守啊 变成我变成从外围 侧翼来出发 那这里我就必须要讲 你说当一些独派 或者阿扁对小英也不满啊 他说你怎么不特赦 对不对 他们认为这个邱泰山 为什么不敢 对这个阿扁有更多的礼遇 所以当别人说 反小英的声音 跟柯文哲 反而可以形成某种合作 那这个这点来讲 我会觉得就变成说 民进党内 要不要提名柯文哲 柯文哲变成说 他有独派的 对他支持 奇怪 独派又对他很讨厌 然后独派现在又跟他合作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不是逻辑不通吗 我觉得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民进党内的独派 民进党内的声率 是讨厌柯文哲 对啊 可是不是民进党 或者是比较更独的 反而他们还不是那么讨厌柯文哲 这我也觉得这个逻辑在哪 可能他们会觉得 对小英的不满 还可能高购对柯文哲的不满